媒體記者帶著大批器材 從北京機場搭乘專機 前往北韓 平壤要在台灣時間23號 銷毀境內唯一的 封吸禮和市場 邀請國際媒體見證 包括陸俄 英美 四個國家記者 都取得了採訪許可 唯獨南韓媒體 北韓說什麼也不肯放行 不給簽證 而且還向美國記者 收取了高額費用 簽證每個人要價1萬美元 加上專機費用 一個人就要進台幣100萬 你好 好 特色情容滿面 記者團下午抵達了 北韓東部的圓山 不過到封吸禮的路程 還很遙遠 而本台記者則是 從大陸的瀋陽進入北韓 另一方面 南韓總統文在寅 抵達了美國華府 和美國總統川普見面 顯然是為了協助 美國和北韓達成核武協議而來 分析指出 文在寅可能高估了 北韓的談判意願 讓川普根本是被騙去 會見金正恩 事上白宮可能連 川經會的紀念品都做好了 美國媒體曝光了一款 川經會的紀念幣 上面印有川普和金正恩的 側面肖像 說是由白宮通訊局推出 卻被對方打槍 說白宮並沒有參與設計製作 畢竟會談成不成都還沒確定 一舉一動都得小心謹慎 免得沒面子 記者綜合報導